你好 这给战斗民族小朋友过生日 竟然如此尴尬 事情是这么回事 这是一大早晨啊 我这老丈母娘就叫我帮个忙 说让我开车送她去她大儿子家 她准备了一份礼物 要给她小孙女送过去 我这也没多想啊 就以为这老太太想孙女了 这大哥家离我老丈母娘家还不算远 差不多三公里左右 这房子呀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木克楞结构 至少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一省四户居住环境还是比较拥挤的 大哥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你们最喜欢那个大侄女儿是大女儿 另外就是这个长得特别英俊的大侄子了 虽然只有十八岁 但人家已经有十六岁的小女朋友了 你们也别说年龄咋这么小 人家战斗民族只要双方父母同意 十六岁就可以结婚了 再想想我那二十多岁置信单身的大舅哥啊 我就默默的流出了两行热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只有七岁的小女儿了 这到了大哥家呀 我才反应过来我这老丈母娘为啥要来送礼物 原来是这小女子今天过生日 这随着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到来 着实是给哥们我整尴尬了 我是万万没想到 这战斗民族的生日礼仪竟然如此朴实无华 除了送礼物之外 这些小朋友竟然直接送红包 我这老丈母娘不知道是为我好 还是为了给我省钱 你说你是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我这空手来的一点准备也没有 我这也不能直接把钱给人家呀 我现在咋的也得找个信封包一下子呀 我这赶紧把我这大侄女叫了回来 要了个信封啊 太好了 看见这个红包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 赶紧把红包包起来 实在是太尴尬了 我这小侄女呀还挺有意思 这接到红包给她整懵了 她可能看着这个兴奋比较熟悉 是刚才有人给的 这犹豫了半天才打开 这看到小侄女的存钱罐啊 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我妈给我存的压岁钱 那时候总说放她那里存着 等我长大了再给我 行了兄弟们今天就到这了 咱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